如果一个女子兔被陌生男子亲吻了 很大机会是为非礼行为 但若男士被陌生女子吻了 又是是被魏菲来艳福 7月31日 福建厦门一名男子正在四吃早餐 突然被陌生女子亲了一口 男子最后则报警 整个过程也被14的闭路电视拍下 是亦引起网民议论纷纷 据悉 当地警方确认接到方报警 目前已经介入调查 一名网民发布了 14内的闭路电视 显示时间为7月31日早上7时45分 又片中 身穿白色短袖的男子坐在14店最靠的座位吃早餐 随后一名身穿绿色短袖衣裤的子走进来后 双手搭在男子的双肩 俯身亲吻男右侧脸颊 随后转身离开 可能由于事出突然 男都不懂反应 整个人呆了 连店员看到也目定口 男子表示 很多同事都会在该店吃早餐 他还以 是同事搭自己的肩膀 转头一看 人直接蒙了 他 表示自己不认识那名短发女子 北京 盈科厦门 施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许东律师指出 在公共场 抢吻陌生人属于猥亵行为 根据刑法的规定 为 妇女儿童的行为才构成犯罪 虽然不构成刑事 罪 但根据规定 女子的行为 若情节恶劣的 可能 呈行政违法 将可能受到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 正居留处罚 对于女子的行为 即引起网民热议 少人认为如果是女子被吻 男子定必被送入间 凯探社会不公 厦门西蒙 这男的应该很帅好惨 些 卡拉曼达 太帅了没忍住深夜没归 社会就 这样不公平 小小小小老老鼠 谁让你尝那么帅 冉冉的故事 太可怕了 性骚扰 星岛头条APP经 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